大家看错过后会有全球的大黑暗 大家讲全球大黑暗 全球大黑暗 揭开六令的时候我又看见地有大地震 日头要变毛布 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雪 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 如同胡火果树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重心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枕斗 兄姐妹 这些东西我都在研究 我研究不是为了要好奇 我研究是因为我认认真真地看待耶稣的灾来 为什么我在这里传灰 为什么我迫切地要传灰 因为我知道耶稣要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你和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要努力的来传灰 我们来看看 给你看一些新闻报导 这个是2011年的 人家已经研究出来 太阳已经有开始黑点了 这个黑点是慢慢延伸的 这是2011年喔 2014年的黑点有增加到多少 我就不知道了喔 他说到最后 太阳会变成整粒是黑色的喔 所以全球会搭黑暗喔 我们报纸告诉我们说 2011年已经有黑点了 那么 这黑点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太阳风暴 然后它会影响到地球 这是我们恒意的天文学家拍的 然后他送给我的 看到有没有黑点 有没有黑点 意思说呢 什么是太阳风暴喔 也很简单 我既然是肯定 现在一层来험 你这个不是神都要靠 你的 показыв本性是不是神都靠 是一个神都做 待会儿的 该整个 以冷却去就变成黑点 你明白我意思吗 不明白不要紧 我们在上另一堂课 我在更解释 那些物理和科学的事情 就这么样简单 为什么有黑点 我们去看去啊 还有 月亮会变成红色 红色月亮 月全时倾向壮光 这是光明之报的报纸来的 你看 有红色月亮吗 以前啊 以前早在超过一百年前呢 你要看红色月亮是三百年次 现在2000年过后 每个两三年你就能看到红色月亮 这个东西越来越多 这不是跟你讲开玩笑事情 这事情越来越多了 同姐妹 我不希望你蒙在乎里 前几年这2000年 2000年的红月 我也是剪八八剪下来的 我有很多这些资料 我不是随便乱乱讲集去 然后叫你相信圣经 你要相信圣经也要看到有报纸在报导 我可以看一个video 直接拍红色月亮 谁可以帮我关灯一下 明天也不听到不是 我可以怨人 我说明天啊 你怎么做呢 我可以帮气 都不得红色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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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办 是什么呢 请看这不是太阳 这是月亮 月亮什么颜色 红色 这又是讲到圣经所讲的 太阳要变成黑 月亮不放光 然后变成红色 这是引验了圣经所讲的 所以我们讲到 这个事情当月亮变红 然后太阳变黑 我们已经来到灾难的顶点 就是大灾难的时候了 就是有大灾难和大黑暗 我相信为什么会有大黑暗 当全球都进入所有的黑暗的时候 兄弟妹 耶稣的出现 他以神的荣耀降临神 The glory of God Shondier 用神的荣耀照耀全世界 已经不在用电的光 不在用我们的电链链链 不在用什么 全世界都会知道耶稣来的一个事实 这个耶稣来不是偷偷来 你只有两三个 有些人讲耶稣来偷偷来把我们借走 不是 耶稣来是全世界都要看着他 那些没有信他的人要后悔 哎呀 祝我没相信 你为什么有人跟我讲耶稣 我不相信 见到他来了 耶稣会来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看到他的降临 因为大黑暗带来了大光明 谁是光明 谁是光明之子 耶稣基督 基督 So